我来说,P拳是一般是顺直行,是双脚,是后脚跟,帮拳呢,一般是半步帮拳,是单腿发力,而钻拳呢,是练下踩上反弹的力,而炮拳横拳是支子型运动,而炮拳这个五行拳的,它这个步伐训练是非常完美的, 将来我给大家在具体介绍五行拳具体练法步伐中的一些细节问题,但从炮拳本身呢,它是第一个重建支子练法,它和横拳的支练法有不同地方,将来我到河南时代介绍,炮拳的支子练法有什么特点,就是它要后脚跟,跟着之后呢,腰跨凝转发力, 所以炮拳,它五行拳,五行属火,对吧,其实像帮炸之力,实际它的发力应该是炸进,裂进,横拳呢,是内裸进,是第一次练法上,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手法上,一般有几种练法什么手法呢,第一个就是说裸手炮拳,炮拳不上裸,先前,就是裸手出之后,再挂回来,一掌,全便掌出去, 第二是砸手炮拳,砸手什么砸,就是砸的一帮砸,是用手背往前砸,这是传统就这么两种练法,一般裸手,然后呢,啪发炮,然后呢,砸手,再也啪发炮, 我个人,我个人在练功体育位练那么多年,我自己总结出一套叫做裸,叫做裸,裸杂坚固的那种结合式炮拳,您看我现在网上的五行拳的那个演练,那个炮拳就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, 当然呢,也是在前人,前辈,这个基础上,我自己演化,我自己的学习技术上弄来的,那个练法呢,我觉得更复杂一些,不适合出学者练习,所以大家你是出学者呢,您还学习这种裸手炮拳,好一些, 这个,这是一般以四十五度脚为准,前脚要顺四十五度脚,后脚不要太开,要呢,一般四十五度脚就可以了,重心靠后,这是大前提,第二呢,他的核,他的,他的手肘相合,老式的练法,比如说张老东,李存毅,或者那个时代,或者更早一些刘企兰, 他练法,他们一般一般都是,前小臂和手和,一般是,这样,他被李存毅那种老实练吧,前小臂很高,一般是,好像是这种波架之力, 我们以前谈过,五行拳是五种尽力,他不是简单的五种攻防技巧,不简单的攻防技巧,是五种尽力, 所以到了薛烟,这个时代他就变了,他一般是,后手和前手相合,他是这样,哎,一般,这个,这个,这个,后手的,这个,食指的,这个,第二关节,一般的,以太阳见高,这个,轴的,以肩高,所以他就变成,手肘相合,这样的实际,更用,更易于,发力训练, 说,你炮拳,你可以打单式,就,这样发,这样令你发力,用你照后,然后呢,用手肘相合,身体略望前,前领,这就可以,前手与胸高,后肘与肩,后肘,到太阳肘,与头,或与鹅等,等高就可以,关键是,手肘相合,这是到民国时候,一种,一种比较流行的练法, 但是,更早一些的时候,都是,手和,手,手,这个,这个,臂和手相合,这是很,这个,很重要的一点,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,就是,练习炮拳的时候,读上简单的,就,这么发力,这样的时候,也是比较老的,一种,一种,很淳朴的练法, 但我个人,这一生年,更好追求清零,更好,清巧,更好,体会腰身的变化,所以说,我个人,在交拳过程中, 我是更,更要,更讲究是,是这种,周身的那种,龙折身,这种练法, 诶,是身,你比如说,你看,出去之后,手上来,前手,前手,前手,护心,后手护肋, 然后呢,前手挂,前手,同和前过,然后,发力,后手变前手,发力,发力的,发力同时,肘,手相合, 而且,边要顺,这是,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练法,我是,在交拳过程中,我发现,这样强调,这样练习,学生初功夫更快, 是这样,这样,挂入之后,这有个凝转,然后上来,发力,发力,用胯,来送胸,送腰,是这样的, 它是,它是,它是,它是这种方式,裂进,乍进,而且,而前手呢,不要走外弧, 现在只想了一个,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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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的,一个上壶,然后,轻般的,一个小小的内壶, 然后呢,用,用,用,后肩,送前肩,非常重要,后肩,送前肩,而不是,而不是简单的, 前肩,是,后肩,送前肩,是,后肩,送前肩,所谓的,后手,吹前手,后肩,送前肩,这样呢,才能提出,龙折身, 行育拳,很假,很多东西,比如说,以身吹手,后手,打前手,后肩,送前肩, 后手,后肩,送前肩,在炮拳中,体会得非常明显,所以前手发力, 但好,前手发力,但后肩推进,而这后肩的推进呢,反正,送腰挂, 提上来的,是这种发力模式,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,在练习炮拳过程中, 第一个,要注意,它是,它是,是这种,这种,这种,这个,这个,叫斜行步, 第二个呢,有三种不同的手法,一个是,夺,这样,杂,第三个裸挂,肩戒,坚固的, 大家不要练第三个上栏,因为比较肢力,比较费劲, 然后呢,一定要注意,后肩,送前肩,手,手相合,胸,腰,拧转,这样呢, 然后呢,还注意,还有什么问题呢,就是你不要,打的时候,往这么看, 头往这么看,但是眼睛余光,略还往前中线看, 这样才更好一些,这样更好一些,大家可以体育着, 为了保持静肌的,静肌的,单侧紧张,这样能提高,提高, 炮拳的发力效果,而它的,它的换步呢,也很简单, 一般是,两种换步,一种是,前,一种是,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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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扣, 一种是,里扣,一种是,外扣,我更喜欢,炮拳,我更喜欢,是,是, 外,前,外扣步,这样呢,我觉得更能体会出, 这种闪转,藤螺的练功效果,有的一种练码, 比如过去我们天津有的一种练码,就是, 起来换步时,前脚里扣,再发出去,这样呢,能体会出根部的效果, 但是我,我,我认为,那个应该放到横拳更,横拳的步子更好, 炮平还是以,因为既然是罗爽嘛,对吧,你就要尽量外一些, 然后再转过来,再发力,我认为是这样效果。